为5月中在韩国光州世界杯备战 台湾选手近期远赴土耳其参赛 并留在当地训练 选手们除了要适应当地比赛的气候与风速外 食物也是一大考验 像是新秀苏鱼羊就吃不惯 得靠台湾泡面解馋 不吃牛羊的雷千银平常心面对 倒是自称吃货的汤志军 懂得去品尝土国佳肴的美味 那食物的部分其实这边的 就是可能民俗风情 他们不太吃猪肉 我这个人其实就也不吃牛不吃羊 所以在一些蛋白质摄取上面 可能就只有鸡肉为主 或者是牛奶这样子 其实也没有太大困扰 19年来我觉得我慢慢尝试 去了解这边当地的风味 现在今年来后 我就是每天几乎都没在吃泡面 都是吃这边的食物 那也是蛮喜欢的 我觉得要去了解一个国家 就从食物开始 来到土耳其宜讯的另一项特色 就是随处可见猫咪驻足 就连在比赛场地 都可以看见猫咪盯场观赛的踪影 让不少同为猫奴的选手和教练 格外开心放松 然后猫奴就会觉得 啊猫耶 然后就会觉得 就是一种疗愈的感觉 对会觉得还蛮 你知道就是 你看到一个很爱的东西 会觉得 那个心情 就会来到土耳其 比较会 可能就是很多猫啊 会觉得 很 放松 就蛮轻松放松的 反驱攻社界男团 在土耳其夺金后 总积分来到363.75分 世界排名几下韩国居冠 这次富光州将有机会 和地主队正面交锋 汤志军表示 韩国队的心理素质 动作及临场反应 值得学习 但台湾代表队也不会输 将用自己的方式 争取胜利 中央社记者 钟佑珍 安塔利亚报道 请不吝点赞